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每本书里面讲的东西 可我不晓得那本书的总括是什么 不是我考你们 我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我买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这本书的注解 所以我们彼此勉励 有时候看书的时候 我们问一下自己说 你知道圣经里面 旧约里面 哪一本书是专讲圣洁的 这本书 你很熟悉的这本书 为什么立月经讲圣洁 因为立月经的主题是 我要你们圣洁 因为什么 我是圣洁的 这是立月经的主题 那立月经讲到说 这一群是在埃及的俘虏 埃及的奴隶 他们怎么样 他们出了埃及了 他们有什么 他们有自由了 那自由的下一步怎么样 神要我们得到自由 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可是突然在立月经里面讲到 很多的规定 你们要怎么做 你们犯罪的要怎么办 你们肚子要吃什么 什么可以吃 什么不能吃 礼拜天要聚会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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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整个的轮廓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从自由到什么 到圣洁 我们自由 不是混乱 自由不是随便 自由是有个目的 让我们成为 刚刚那个诗歌唱得非常好 我们成为神的什么 荣耀的什么 器皿 所以有一条路在旧约里面走 这个路是圣洁的这条路 所以圣洁一定是整个圣经的主轴 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教会特别请到了 一个Bay Area最好的系统神学专家 方志明博士 是Bay Area one of the best系统神学专家 他主要教你看 怎么从全本圣经来看 每个解释 所以很有意思 我希望你们能够看 一共七个小时的课 可是这小时我相信对你很有帮助 因为你看到怎么圣经 从系统里面来看 怎么解经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那它是我们请来的 我们教会花了很多很多钱 那一天讲 那一天是超过一千块的奖元费 可是不会收你们一毛钱 你们只要交八块钱的便当费 如果你不交半天费就不要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如果你这里办 你们去上这个课的话 我觉得会很有帮助 所以我特别帮我的老婆做promotion 是我老婆是Nancy 他们那个教育部请的 不过我觉得你们不要忘记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不是看立位记 但是我们今天看耶稣基督 祂使我们 我们上次讲到 耶稣基督使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我让你们知道真理 真理得以自由 所以基督教是一个很好的宗教 它不是要限制你 基督教在你生命里面有自由 因为我们常常被很多事情所捆绑 你知道 我们常常不快乐 你知道 我们常常地上的事就把我们巴得到一个程度 我们每天都活在很痛苦里面 但我不晓得 其实我们是信了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把事情看淡以后 我们得以什么 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很重要的是 可自由的下一步很重要 就是耶稣基督不但使我们得以自由 耶稣基督有个更崇高的目的 耶稣基督呼召我们 成为一个圣洁国度的子民 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 能为荣神怎么样 能够怎么样 义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很重要 那这个观念在新约里面 最清楚的就这段经文 一个伟大的哥罗西书的经文 这一段 我们常觉得读起来很boring 我希望今天这个经文 让你不会觉得很枯燥 很无味 我希望这个经文能够帮助你看一下 立位记的精神 用几节的经文 描述到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观念 耶稣基督不是在重复立位记讲的东西 因为讲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观念 这包括你跟我直接有关系的观念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 我们读这一段很好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从我们要在基督里的圣节 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 来 预备 请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上帝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再来五节到第八节 预备 七 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和贪婪 贪婪就是与拜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 必临到那悖利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我们再来读第九节到第十四节 预备 请 不要彼此说谎 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 和旧人的行为 要穿上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在此并不分西里尼人 犹太人 受割离的 未受割离的 话外人 西谷提人 为奴的 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个人之内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他们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我们看这个怎么结束的经文 来 预备 七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住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为此蒙招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 授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诫 心被恩感 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神 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亲爱的恩主 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的教会里面 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 我们是何等的兴奋 我们是何等有盼望 因为耶稣基督 你为我们复活 你为我们得胜 愿主你自己的儿女 在今天的话语底下 再次领受到属天的祝福 再次在你的话语里面 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 我们的生命得以突破 再次我们看见 我们的苦难 在耶稣基督里面 仍然有盼望 愿主你自己保守眷顾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 领受你自己的教导 如此祷告 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看一个三个 很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观念 我们看 从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叫做圣洁的呼召 圣洁不是一个强迫的 圣洁是一个神对你的呼召 It's a calling The holiness come from A calling from above 所以神特别是 把这个calling放在 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圣洁很重要是 神对你的 是神对你的呼吁 我们看一下这个呼吁里面 为什么神要呼召我们 成为圣洁 因为神知道 我们第一个 他说 所以你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什么叫做与基督复活 复活是一个process 是一个过程 我们常常没有经历 与基督一同复活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可是你没有经历到神的复活 因为怎么样 你没有改变 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复活 所以保罗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会经历到 与基督一同复活 什么样一个生命 在我们里面会发动 会经历 是你在追求圣洁的过程里面 你发现 你经历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是你不能做的事 重新怎么样 你发现 哇 我可以做 哇 原来我不晓得我可以做 我可以这样子安慰人 我可以安慰人 那个前天 礼拜六 我们叫一个追尸礼拜 这个弟兄五十二岁就去世 他太太哭到命都快没有 可是庄师母 跟他握两下手 哇 他就怎么样 很高兴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欧姆斯跟他讲了三个小时的话 不如庄师母握他两个手呢 因为庄师母怎么样 she know she know how he should feel 她知道 how much she struggle 所以他那个手握下去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 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没有靠复活的大能活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以神呼吁你追求圣洁 所以圣洁 is a calling is a process 我们要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 必须在我们生命有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要是我们达不到的 我们做不到的 但是说主我愿意做 我愿意经历祢的复活 所以第一个他以神的复活来呼吁我们 第二个原因 保罗说非常清楚 你们要什么 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什么 地上的事 你知道我们地上很忙对不对 你做生意 你开店 你做工程师 你身体里面有很多的挫折 身体有很多困难 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很多 你知道地上充满的苦难 你知不知道 我上礼拜跟郑玉群郑长老去Chico 你知道最痛苦的是什么吗 是我们来回开车都下大雨 你知道 Chico one way four hours 你知道 开到那边都下大雨 你知道 那我又咳嗽 所以我很羡慕郑长老 我在Chico睡了一个晚上 你知道 郑长老从头打呼到天亮 你知道 我一分钟都没睡着 你知道 不是他打呼吵我 是我生病 你知道 你知道 但我觉得他很有恩赐 你知道 而且跟他在一起 我忘记了 他是HandyCamp 所以他开停车都停到 最近的地方 你知道 那我不是HandyCamp 我停到最远的地方 所以每次我们去餐厅的时候 我停的很远 那个郑长老说 开近点 开近点 就是最近的位置 你知道 你知道 所以他就这样 我开到最近的地方 你知道 我们常看东西都看我们的周围 你知道 我不知道神 我们都打了恩典跟神的座位 我们不晓得 我们晚上睡一觉 都是什么 都是神的恩典 知不知道 所以保罗说 为什么要追求圣洁 是你们能够看什么 天上的事 你们知道神的旨意 知道神的计划 多少时候 我们的生命 被这个世界所同化 所污秽 没有自由 所以保罗说 狗佛 不要看地上的事 要看什么 你越看天上的事 你地上的事 会越得到神的祝福 我再讲一遍 你越看天上的事 你地上的事 越得到神的祝福 你越看地上的事 你越得不到地上的祝福 好 保罗第三个 他说 不能讲到 与基督一同复活 他要撕裂上面的事 他说 你们已经死了 你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生命里面 他第四节说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保罗说我们有个盼望 这盼望什么 是一个神的荣耀 各位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圣洁 就像刚刚那个 敬拜团队唱的诗歌一样 我们成为神的什么 神的器皿 我们成为神什么 荣耀的见证 在未来 我们会经历神的荣耀 在未来 我们会看见神的荣耀 可是神并不希望 等到我们死了 有才看见神的荣耀 神希望你的生命就怎么样 显现神的荣耀 所以你必须要有个目标 你必须要有个目的 求神使用你的生命 为了你生命里面 有像装师母那么困难的 打不胜的仗 为了你的生命像正长老一样 走路是不稳的 为了你的生命是很多的 像欧姆斯一样都没有头发的 你相不相信你仍然可以怎么样 可以荣耀神 你仍然可以荣耀神 神要借着你的不完全 要在这个地上 彰显他未来的什么 荣耀 所以神呼召我们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要有一个目标 我们要追求像神一样的属性 但是最困难的属性 就是神的什么 就是神的圣洁 所以神把那个最厉害的放在最前面 最困难的放在最前面 我们永远达不到 我们永远追不到 跟神说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 圣洁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呼召 一个call 他要我们生命里面更改变 他要我们生命的经历 所以三个很重要的观念 在这个圣洁里面 我再讲一遍 第一个我们要与耶稣基督神说 你要与耶稣基督一同怎么样 一同复活 你要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 第二个观念 很重要的观念 是讲到圣洁 是使我们的眼光 重新看到天上的使命 不是看到地上的荣耀 是我们能够 眼光能够放在天上 我们能够放在天上 所以眼光 唯有在追求圣洁的过程里面 我们眼光会改变 我们眼光会不一样 我们的看法会不一样 我们对生命会不一样 我的信仰最有价值的 不是我们得到由上天堂 你知道 我的信仰最有价值的是 我们现在能够活出神的荣耀 我们现在能够活出神的见证 我们现在可以被神说使用 成为神的器皿 第三个重要的观念 与耶稣基督什么呀 同丁实讲 你知道这个改变是很痛苦的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如何改变 有时候要把自己钉死的 自己越不愿意做的越要做 越不想的越要做 有时候很痛苦的 没有人愿意经历这些苦难 所以他就形容说 我们要与基督一同 什么 同丁实价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过程 那最后是吗 他希望我们耶稣基督一同怎么样 经历那个复活的大能 经历那个生命的改变 所以圣洁 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 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圣洁是一种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什么 一个呼召 他有你耶稣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丁实价 一同活出神的什么 神的荣耀 三个重要的观念 我们看到一个呼召 那第二个 保罗就清楚讲到 圣洁不但是一个观念 圣洁是一个过程 我们看到下面讲的非常重要 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到底什么是我们在追求圣洁的过程 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的圣洁 跟立位记有什么不一样 立位记很简单 犯罪就是献祭 礼拜天律做礼拜 有赚到钱就奉献一点出去 立位记很清楚 这一堆东西是可以吃的 这一堆是怎么样 不能吃的 那什么圣洁 就吃那个人可以吃的 不要吃那个不能吃的 所以立位记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那什么人可以碰 什么人不能碰 什么人可以跟他讲话 什么人不能跟他讲话 很清楚 什么人可以结婚 什么人不能结婚 所以立位记非常清楚 告诉当时这一群从埃及出来的奴隶 你们要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立位记旧约 是一个外面形式的圣洁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对谁很重要 对以色列人很重要 所以今天你不用去献祭了 你不愿意去会堂里面 把你种的骨子拿去 你不是遵照那个规定在做事 那是一个最重要的精神 那今天重要的是 在这个后面讲到说 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圣洁 到底怎么做这些圣洁 我们看第一段的经文 我叫做put away 两个重要的字 因为他在第五节讲到说 所以什么 所以就是上面讲的这个神的呼召 对不对 所以所以 讲的字 你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 就什么 如 所以如下面是一个 如就 所以比如是说 下面是一些例子 所以重要的第一个观念是 他说你们要致死 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所以致死这个字很重要 但下面一个字很重要是 第八节说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所以两个重要观念 一个致死 一个什么 弃绝 英文非常清楚 有什么 put away 有些东西你要put away 是原来在你身上的 原来在你身上是主爱神的荣耀 原来在你身上主爱神的作为 原来甚至在你身上里面 你要identify 因为他说旧如 所以保罗是给你一些例子如 对不对 那今天可能你这个如就不是你要做的事情 可能神说不要看太多股票 不要玩太多的手机 对不对 那要注意去探家查经 要去聚会 要去探访人 对不对 有时候看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 我们要懂得帮助人 所以当七口给我电话说欧牧师你愿意来 开车四个小时 很远 而且你知道七口聚会 是你们这边的三分之一 很少人聚会 他们的教会就是他们的家里 那个地方很可爱 就把家部署人教会 我说今天有多少人来聚会 他说我也不晓得 就看有多少人来 每一开就哇人就进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更好 我在讲到的时候 大家都很专心的听我讲到 一个小孩跑到外面就被车子撞到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走的时候 一个小孩要送emergency 被车子撞到 整个背都受伤了 你知道我们这边很不容易 你知道七口根本不容易 那我就问他说你们这样 这个教会开始多久了 他说欧牧师我们不久 七年了 就他们在那种聚会的情况 聚会了七年 因为他说每一年都有人离开 每一年都有人来 他每一年都有人信主 他说我停不掉 因为怎么样呢 他说每一年都有人在这边信主 就是他的目的 我说最少多少 最少只有三个人 最多有多少 最多有三十个人 所以牧师 他说欧牧师你来 可能来的是三个 也可能来三十个人 我一去他们准备开一个布道会 住一个很大的场地 来了几个人 十二个 就十二个住了一排 整个场地就坐了一排人 那牧师讲不讲道 我就问他说你要我讲多久 他说牧师没关系 讲一个半小时就好了 所以我讲了一个半小时就道 跟十二个人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传道有没有骄傲 传道有骄傲 我说上个牧师来的是谁 上个牧师来的是陈道明 你是不是陈道明 陈道明是工人的院长 陈道明 我陈道明什么 他说陈道明每次都来 我叫他来就来 他说他老了不能来 所以陈道明跟我说 欧牧师你给你去 所以我也是被陈道明 牧师逼的 我看那么远就干嘛 跟十个几个人讲道干嘛 你知道我们生命里面 很多东西在我们里面 神说你要支持这些东西 你传道不是为人在传 你为什么 为神在传 你要支持这些 你生命中的骄傲 我不想你生命中有什么东西 你需要支持 可是我相信你一定知道 可能你太爱钱了 可能你太爱权力了 可能你爱自己的长相了 对不对 最近那个美国报纸 那个英特纳 有一个很流行的消息 就是全美国有20%的人 就是有一个病 这个病呢 他用很奇怪一个字 这病就是家里面堆了一大堆的废物 就家里面很多垃圾 要丢不丢的 格拉举车停不进去那种家庭 你知不知道 就格拉举要停在门口的 你知道 停不进去那种人 这种人叫做一种病 你知道 就他的东西要 除了他死以外 他不丢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 他不丢的 你知道 像我爸爸一样 我爸就有这个病 你知道 我爸爸这个烂脚踏车烂了 你知道 他放在床顶 你知道 他都发霉了 都生锈了 拿出来也不能骑了 可是我妈要把他丢去 垃圾桶 他就把垃圾里面拿坏 又放在他的床底下 你知道 很多人就是 旧的唱片 旧的音响 旧的东西 旧的衣服 他一被门都对 所以美国有种病 就是不敢丢东西的 你知道 那说明你要致死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你要致死什么东西 可是我相信一定有 有的人就觉得自己老了 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准备等死了 你知不知道 天天要等死 天天在量血压 血压够不够高 你知不知道 天怀疑自己有什么胆固醇 就活在那种恐惧里面 有的人就像疯狂一样 有的人还觉得自己很年轻 所以不同的人 所以我就说 第一个 我们什么是在神面前 我们认识到 在我们身里面 有些东西我们要什么 要把它put away 下面说 你们要弃绝 弃绝就是抛弃 你知不知道 有些东西要丢的 有些东西要丢的 我两个朋友 我48岁决定读神学院 我的小孩是初中高中大学 我一读神学院 三个学费变成五个学费 我跟Nancy的收入是零 我们占五年 我们房子就配要付了 做不做 走不走 出不出来 我一个好朋友 南谷的长老 六十岁 小孩全部大学毕业 房子pay off 他也就做神学院 我48岁都神学院 可是这个长老 还没毕业 就死掉了 真的死掉了 我心里面难过得不得了 但是当他在年轻的时候 这个呼召在他生命的时候 他不敢做这个决定 他说I'm not ready 所以神说 有些时候你要 所以两个字很重要 一个是什么 自死 什么叫自死 很像神说 丢东西很辛苦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家 有没有赖假车 我不知道你家里面 很多衣服 有时候你觉得 怎么丢 怎么丢 你知道 但是神说 自此 必死的决心 做这个事情 下面什么呀 他说你要什么呀 你要抛弃 有一堆你缠绕 你要抛弃 有一堆你要抛弃 抛弃了 对不对 你就自由 抛弃了 你就圣洁 抛弃了 你就更新 所以神非常欣慰 讲到这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讲到 我们put away 从第五节到第八节 我不讲detail在这里面 不过我相信 我们生命里面 你先问自己说 所以什么叫圣洁 你先identify 你生命中的问题 你先问你一下 你生命中有什么事情 你丢不掉的 有什么东西 你需要弃绝的 你说我能不能做到 能不能做到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愿不愿在 神秘的城市说 主啊 这东西我丢不掉 主啊 这东西我没办法弃绝 主啊 这东西就粘着我 我就没有信心 所以圣洁 第一个 你要认识你自己 圣洁 你必须在你生命里面找到 你需要对付的东西 如果连这一点 你都不愿意做的话 你就没办法走上 圣洁的道路 如果说我当时担心 我小孩的学费 我想跟每个父母一样 我都做不到 那胎子今天坐在后面 胎子知道他上大学的时候 他的所有的学费 我没有付一毛钱 他毕业了 他赚的钱 不但付他的学费 但帮助他妹妹读书 上了一生 我都没有帮助他 神做事超越我们想象 如果神不会跟我说 欧仙逊啊 你出来读神学 放心 太太学费我都会负责 那我就好多了 对不对 可是神没有跟我讲 神就没有跟我讲 可是神会不会做 神说你要抛弃 你要戏绝 所以第一件事 我们看到 在一个成圣 一个圣洁的过程里面 神要我们identify 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 我们生命里面一些 我们不愿意弃绝的东西 我们不愿意致死的个性 第二个 很重要的 我们不再看到 更新包括 put away 更新 包括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要put out 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节 他用更长的经文 跟我们讲到 我们什么要不要穿上什么东西 所以好像衣服一样 旧的衣服 谁说把这旧衣服脱掉 把旧的衣服脱掉 可是神说你要穿上什么东西 所以就讲到说 你们要穿上一个 他说不要彼此说谎 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 和旧人的行为 第十节说 穿上新人 这新人在枝次上 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状 所以你注意两个字很重要 第一个是穿上新人 第二个很重要 这个更新 不会一下就做成的 所以我为什么 欧姆斯不太走灵恩运动 我不相信一个祷告 人就改变了 我不相信 但是我相信 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有的更新 都是一步一步 慢慢会渐进的 从今年是2016年 如果你决定走上一条 圣洁更新的道路的话 在2016年年底 你会看见 你的家庭车子可以开进去 你知道吗 你的东西就不见了 你知道吗 你的个性就改变了 你知道吗 但是不会说 今天我听完讲到以后 下一个就说 不是我都成就了 不会的 我们生命是 所以神给我们时间 神要我们 渐渐的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学习一个 一个有更新的力量 所以神信我们慢慢的 我们渐渐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就更新 这里面有三个 很重要的观念 在圣洁的过程里面 有三个东西 我们很容易miss 你看到这边很重要 他在更新以后 对职业突然讲到说 他说这边不分是 希腊人 犹太人 授哥里的 威授哥里的 讲一大堆事情 希腊人要讲什么事情 神信我们在更新的过程里面 有三个很重要的perspective 你说最可怕的是 一个人圣洁以后 对于不圣洁的人就怎么样 很歧视 因为我这么好 我当牧师嘛 你比我第一级嘛 你当长老嘛 那你比我更第一级 你当弟兄姐妹嘛 对不对 所以最可怕的是 当我们在追求圣洁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更好的时候 我们就什么 把人家怎么样 我们看不起人家 所以第一点神说 越圣洁的人 越能怎么样 对不同的人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能够接纳 你知道有时候 我们好的时候 我们就不接纳别人 有时候我们得意的时候 我们就看不起别人 有时候我们成功的时候 我们就看不起那些失败的 那些堕落的人 所以神说 在你要穿上新人的时候 可是神说 你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 你愿意接纳他们 你愿意去爱他们 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要学习 接纳跟你不一样的人 所以一个什么是一个成功的教会 一个成功教会不是都是工程师 一个成功教会不是都是一些跟你一样的人 我觉得一个成功的教会 是我们容纳完全不一样的人 可能有些人在婚姻上面 他经过很多的挫折 可能很多人 他是在生意上经过很多的失败 但也有些人他是非常成功的 有些人长得就是很好的 头发就很多的 有些人就头发就很少的 有些人长得还不错 有些人长得就不是那么好看 有些人是单身的 有些人结过婚的 有些人是会讲国语的 有些人国语讲的不是太好的 各位弟兄姐妹 有多少时候我们在追求一个过程的时候 我们是得到了东西 但我们失掉了很多东西 知不知道 我们是到个程度 连我们的父母我们都看不起 知不知道 有没有兄弟姐妹 我们都没有办法接纳 所以神说 当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的时候 我们在追求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们天外注意 第一个我们能够接纳人 第二个 所以他不但打算要接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说 下面就说 他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门外的人 就要存怜悯 恩慈 谦虚温柔人的爱心 但没有结束 第十三节说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下面什么 彼此饶恕 什么是圣洁 圣洁就能够原谅你的仇敌 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品格 我们在追求圣洁过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圣洁 我们追求更好神的属性的时候 我们可以原谅 那些我们所恨的人 我们可以原谅那些 我们没有办法接纳的人 他不一定原谅你 可是神说 不管他原谅你 或他的事 可是你要怎么样 你要原谅他 所以第一个是接纳 第二个是什么 你要原谅 第三个 他讲说在这个 什么叫做穿上个新人的 第三个中文的时候 他说第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 又要成了什么 爱心 一个爱 神给你一切的一个心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握手 一个拥抱 一个过程我们都知道 你对这个人有没有爱心 昨天我很感激 我在Frankie他们家的婚礼上面 我讲了一篇道 道讲得很短 只有十分钟 是我这两个礼拜 十堂道里面最短的一场道 我这两个礼拜 一共讲了十堂道 那个道是讲得最短的 可是那个 那个 好几个 我讲完道以后 好几个在当时参加 那个婚礼的那个来宾里面 就跟我说 他说 牧师啊 你跟这两个人感情很好 就是不管怎么讲得好不好 另外一件事 他觉得你跟他感情很好 你知不知道 他说你跟他感情非常 你怎么跟他感情那么好 我说我跟他在一起六个月 我感情非常好 我爱他们 他说是很特别 他说很特别 我很少听到牧师跟这个 这个主持婚礼 不是在讲一篇 这个lecture 他说很有感情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多少时候 我们失去那个对生命中的爱 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CEO 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manager 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professor 可是我们没有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 我们在对人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失去了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三个重要的主意 什么叫pout 这三个很重要的perspective 第一个是什么 你注意到 第一个是讲到什么 我们是否能够接纳人 第二个 我们是否能够赦免人 第三个 我们是否能够怎么样 能够爱人 所以我们要put on 要穿上这个衣服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看这个经文是怎么结束的 讲到这个put on以后 他最后讲到一个很重要 所以他说put on the new man 我们把那个sign的人 穿在我们身上 所以哥罗西书是一个教导 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哥罗西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我们如果从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 我们从一个完全大壳的环境里面 我们进入到神的荣耀 送到神的光里面 这是哥罗西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它是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实际 非常的我们说patical的方式 告诉你说 How How to do I 怎么样会达到这个目的 怎么从黑暗会到光明 怎么从不圣节会到圣节 怎么叫做神对你的期望 什么神对你的要求 最后 我们看这个最后这一段 15年到17节讲的 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生命里面神有一个使命在里面 当我们在追求圣节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圣节的标准 我们永远达不到 Too far away 可是你会发现 在这个追求过程里面 会有些结果会出现 所以我叫做圣节的盼望 会有些结果出现 这结果很有意思 保罗西书非常好 我用几种图画来给你形容这个东西 第一他讲到 他说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为此蒙造 归为一体 也要存什么 感谢的心 所以第一个 他问你经历到 耶稣基督 所赐给你的平安 会有平静在里面 会有平安在你的生命里面 因为那个平安 那个安稳继续经历到 耶稣基督 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 所以他说 他说各样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读圣经 觉得圣经很boring 你知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觉得圣经很枯燥 你知不知道 因为怎么样 你摸不到圣经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经历圣经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经历的时候 你要用理性来讨论的时候 这东西就变得很枯燥 可是当生命里面有经历的时候 这就变得 风风什么样 风风风 你唯有在这个 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 你才觉得 哇 神的话语是那么的丰富 那么的有意思 那么的有经验 你可以 taste 昨天晚上我跟我儿子去吃面 我放了一碗大面 在我的Facebook上 很多人就问我 欧牧师好不好吃 你知道 欧牧师说好吃 欧牧师说不好吃 你都不知道好不好吃 你知道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你要去怎么样 你要去吃嘛 对不对 你去吃就知道好不好吃了 对不对 你问一下结论了 这要经验嘛 你怎么看 我经常我们看 就像我们看那个图画一样 主啊 好丰富 主啊 你好丰富 可是我们都没有吃过 你知不知道 重要的是你去吃啊 所以神的话语 所以他说 你会经验到神的丰富 第二个 他不但你经验到神话语的丰富 他这里讲到说 他说用诗章 宋词 邻歌 你注意看 诗章是唱的 宋词是唱的 邻歌是唱的 他没有这样说 我们参加一个主日学去学习 你知道 你的生命就变成什么 变一首诗歌了 你知道 就唱 可以唱出来了 你的生命就会唱出来了 你知道多少时候 我们讲耶稣是用讲的 你知道 我们不是用唱的 你知道 因为什么 你的生命不像一套歌一样 人家不欣赏 所以第一个 你可以经历到神话语的丰富 第二个 你可以唱出神的荣耀 可以像诗歌一样 可以唱出来 十七节 奉耶稣基督的名 借着他 感谢父神 那感谢的心 就会滋长在你里面 所以我用三个图画来给你形容 这一段 这一段结束 我觉得结束得非常好 我有三个图画给你形容 第一个 我觉得 我给你形容的是 他说 就是讲到说 神的话 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 也唯有你在追求圣洁过程里面 你被神所改变的时候 这话语变成丰富 不是你看到欧穆斯被改变 不是你看到简一峰被改变 不是你直接看到杰普斯被改变 重要的是 你要经历神在你生命中的改变 这话语就会丰富 第二点 我们看到 这个经文好像仿佛是一只小鸟在唱歌 你知道 唱得你不太懂 但你真的鸟很快乐 对不对 你看到鸟就觉得鸟 哇 在唱歌 你知道 很快乐 你知道 我们家的狗也会唱歌 你知道 那胎子怎么一弹起 那个狗就在下面 我们真的狗在唱歌 我不知道唱什么 你知道 可是真的狗在唱歌 你知道 可是我们发现 我们人不会唱歌 你知道 因为怎么样 你没有经验到神的丰富 你没有那个喜乐在你里面 你没有那个平安在你里面 所以你唱不出来 你应该可以唱得出来的 你应该会唱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太会唱 这经文讲得非常清楚 它不太有个唱歌的精神 它有个跳舞的spirit 用那些灵歌 用诗歌 它好像平衡这个信仰 是在跳跃的 是一个跳跃的 是一个跳舞的 是一个非常丰富 非常活泼 所以它这个经文就讲到 保罗说 哇 你知不知道 你在追求这个神的属性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你会喜乐的 你会跳舞的 你会唱歌的 你会经历神的荣耀 耶稣基督跟我们完全不同的 敬光明 我们一起祷告